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撩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被渣男欺骗,此后狠狠报复的故事 故事开始在茶餐厅里 一个有阴阳眼的风水师傅老何和妻子正在店里吃早餐 因为铺租不停上涨,老何的风水店快开不下去了 于是打算金盆洗手和妻子和好 妻子很不喜欢他干这行 知道他要关掉店铺了,很是高兴 并拿出了一张CD给老何 里面录制的是他们的儿子弹的钢琴曲 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和老何相见了 妻子估摸着今晚约个饭,一家人好聚聚 老何赶紧答应 可就在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满脚沙子 头发湿漉漉的女鬼,坐在了他们的身后 老何这时对前妻说道 别动,你后面有鬼 这句话谁听了不害怕 前妻当然是吓得一溜烟跑出了茶餐厅 老何只能灰溜溜的一个人回到店铺 他一直崇尚音乐曲魔 所以店铺里摆满了CD 就在老何欣赏着二字弹奏的钢琴曲时 一对夫妻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老何往后一看,差点没下着 他赶紧关掉音响接待客人 夫妻二人坐下后 妻子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最近遇到了灵异事件 老何定睛一看 这两人不就是今早坐在他们后面的两口子吗 顾摸着那个女鬼就是奔着他俩去的 老何想着店铺都要关了 便不想插手此事 于是便安慰他们可能是幻觉 可怀着怨的妻子却说 自己经常感觉背后凉凉的 还能闻到一股海星味 老何眼看着夫眼不过去了 便将他们介绍给隔壁的占卜师 还免费送了他们几张CD 希望他们多听听音乐,舒缓心情 那个男的想着CD不拿,白不拿 还顺手拿多了两张 结果就把老何儿子录制的那张也拿走了 送走夫妻俩后,老何再回到店里 却发现里面多了个女学生 老何一眼就知道他有问题 但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老何装作没事人一样坐了下来 其实这个女学生就是早上在茶餐厅的女鬼 她来找老何算爱情 可奇怪的是她一直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左手 老何问了她几个问题后 大概知道了女学生的男友 就是刚刚陪着妻子来的那位丈夫 当老何问两人的感情如何时 女学生不耐烦了,直接离开 老何这时站起来一看 刚刚女学生坐过的凳子上全是泥沙 女学生晃悠晃悠走到了占卜师的店铺 在看到夫妻二人在店内后 她呕吐不止 占卜师在看到后去关心地询问了她 却发现一转身,女学生不见了 她意识到了今天自己戴的眼镜可以见到鬼 于是兴奋地找到老何 打算和她一起抓鬼 老何是不想参与的 但为了拿回二字录制的CD 她便和占卜师一起继续追查 很快他们知道了 那个陪妻子来的男人是泳队的教练 他和女学生正是在游泳期间认识的 男人出轨了女学生 女学生在那之后怀孕 可男人是有妻子的,并不想负责 于是提出分手 想不开的女学生跳海自杀了 死后她一直跟着男人和她的妻子 她的目标正是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此时女学生来到了男人的家中 准备对妻子动手 幸好老何和占卜师及时赶来抓住了她 当两人掰开她的手掌 想知道里面藏着什么的时候 却看到的是腐烂的爱 这是男人笔划在女学生手上的 她一直记得 却不想这份爱从来都是虚假的 所以她在渐渐腐烂 看到这一幕的老何和占卜师 也在开导女学生,让她放手 最终女学生想通了 她决定放弃这份腐烂的爱 安心转世 在解决完这件事后 老何赶去和家人吃饭 儿子却在这时告诉她 其实自己也有阴阳眼 但这只能是两人之间的小秘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姐妹们要擦了双眼 不要为了渣男牺牲自己 当我们遇到一段虚伪的感情时 要及时止损,学会放手 没想到一部恐怖片还能交谈恋爱吧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